所以修行有一种叫悟性法修行 也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苦修法 苦修法呢也是修行 悟性法呢也是修行 像你们现在又要苦修法又要悟性法修行 什么意思 又要付出 查地板啦 查苹果啦 做了点功德啦 又要悟性学白话佛法 学佛的语言啦 这样的话 你才会真正的开悟 有的人呢用苦修法修行 通过苦修之后 得到开悟 得知本源 理解人生的苦地 苦极灭到四圣地里面 因为吃苦苦修也能得到整地也能开悟的 所以四圣地里面也叫苦极灭到苦地 极地灭地到地 这四个地里面 苦地就是靠你的苦修 你苦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人很苦啊 人很苦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要处理啊 你苦得不得了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想下次不要再来人间啦 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想我这个身体一定要弄好下次不要再犯疾病啊 你胃痛的时候难受啊 但是你吃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到啊 所以要提呼观景式的来改变自己的思维 有时候你一直苦借苦修 一心不乱 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很多人修心 他也不不失 他也不做其他的 他就是吃苦 他到佛堂里不停地擦地板 擦地板 擦擦擦擦 然后呢 扫地 帮助别人 一直兢兢业业的 他也能开悟 他至少知道 在人间 没有什么可以争的 已经吃了这么多的苦 很多人就不争了 你知道 越有钱 越想扩展 越富有 是不是越想穿更多的衣服 买更好的房子 苦的人 他卖不去 他就不去发展了 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让自己经常节约 吃苦 你能修成 不要浪费自己的福德呀 福报 福报 福报完了 就没了 福会报掉的呀 所以说你这人很有福报 报完了 没了 没福报 所以 心要 心尽如水 心要 平衡 我问你们 你们如果听到人家说 他怎么样了 如果你们听到人家发财了 或者得六合财了 你们什么心态 就代表你们什么心态 如果你觉得自己 哎呦 真的 我怎么没有 你看我 其实我也 这个人根本没修好 你看见人家很有钱 看见人家什么 没感觉 你们很高境界 如果你自己感觉 他有他的福气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福气 那这个人呢 是有修 如果你听见别人 好得不得了 你没有感觉 那你这个人呢 真的是觉悟 有很多人 意如明镜 就是意念啊 像一件镜子一样 照到自己 人家讲一句话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 是不是做错了 人家做一件事情 你会对比自己 我有没有去付出 这种人 意念如明镜 所以这个明镜 是在你的心里 我经常跟你们讲 你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你照到了人间的恶了 你的心里就有恶的种子 你的心 这面镜子 照到人间善的 你的心里就有善种 所以很多人 自以为很聪明 他们呢就喜欢修 悟性法 悟性法呢 实际上不容易的 人要开悟 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要完全想得通 想得明白 不容易啊 悟性法 修行 要切记 切记 有魔障的 所以一个人 觉得自己很开悟了 这魔障就来了 你们去想想 很多年轻人觉得 我很聪明 我很能干 我告诉你 他就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了 所以功高我慢了 魔障就来了 觉得自己对佛法领悟的很深 你就魔障来了 到了一定的时候 你的戒率 就会越来越少 为什么 觉得自己有悟性的人 不肯守戒了 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聪明 是不是他不肯守戒了 守戒人都傻傻的 再举个例子好吧 一个人觉得我喝酒 从来不会喝醉的 他会控制自己的酒量吗 拼命地喝了吧 如果这个人 他不知道 自己的酒量多少 他是不是会守戒他 我喝一杯吧 不会醉的 他觉得佛法都是他懂的 接下来他就乱来了 乱用佛法了 所以戒率会减少 功高我慢 很容易堕落 明明是内心的邪思邪见 很多人就以为菩萨给他的灵感 有没有这种人 你们没碰到过 这么多人在边上要面子 好面子 大家都在你看我要面子 在菩萨面前 一颗头 菩萨给我灵感了 菩萨告诉我了 其实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菩萨什么时候告诉我你 自己说 我今天上香了 我可以帮你设个佛台了 不是他朋友 其实他心里 早上自己想过的 设个佛台 他们家里 有一个人不吃素的 能不能死啊 早上想过了 忘记了 然后他跑到佛台那里 一点像 一又想到这里去 菩萨给我灵感 说他们家不能设佛台 因为他们家里有人 吃荤的 你说是菩萨想的 还是他人想的 所以 修行要结合苦修 不能完全靠苦修的 觉得自己很聪明 苦修是什么 你有本事的 你爬在地板上 插地板 人家不愿意坐着 刷卫生间 你去刷 你看很多同修 他们就是苦修啊 全白话佛法 就是悟性啊 你们很多人在这里 学佛了 觉得哎呀 我修了很多年了 我也用不着 做这种苦修的 苦修重要吧 你们在家里 你觉得在家里 我不要做事啊 在家里吃点苦 是不是家里 就跟永家一样了 一个女人在家里 能不做事情吗 不做事谁喜欢的 一个男人 就算在单位里 赚再多的钱 就算你有本事了 你回到家里能不干活吗 所以 苦修里面还包括 一个问题 就是要严守戒律 我问你 守戒苦不苦啊 该吃的不能吃 该看的不能看 觉得苦吧 有时是时候 过去抽烟的不能错 过去喝酒的不能错 过去吃荤的又不能吃 是不是守戒是很苦 所以严守戒律 念经放生 去除障碍 就是苦修 一心不乱 经常不乱 为什么庙里经常 叫小和尚进去 就不停地做事啊 做事的时候 人世为的脑子 会想少一点 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 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 它是不是咋念就少了 咋念就少了 所以苦修 一心不乱 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能左想想右想想的 成佛必须靠悟性的 你今天要做佛 你一定靠悟性 但是 苦修 是基础 学佛人 好的修为 从苦修当中来 如果没有好的修为 你哪来的悟性啊 在人间 是苦多 乐少啊 苦多啊 一个人一辈子啊 你们就算活七十岁 八十岁吧 五十岁可能是苦的 三十年 是快乐 一半一半 已经很少了 你们自己想想 我就知道了 我把你们拉下来 一个星期来算 你要是上班的人 双修日 一二三四五苦吧 两天快乐吧 快乐了 在家里坐着 别耽误你 还要过 但是这个没有限制 没有压力 你说快乐多 还是痛苦多啊 每个人到礼拜天晚上 就有星期一恐惧症 所以你看 每个人到了礼拜天晚上 很早就睡着了 害怕礼拜一早上 要起来上班 周一恐惧症 害怕 希望你们要懂得 在人间要学会 自我控制欲望 连耳鼻舌生意 都会每天有 止不住的欲望 来吸引你 眼睛有好看的东西吧 现在网上 都要七八糟东西 你很想看 能看吗 耳朵 人家经常跟你说好话 咪咪之音 想听音乐 行吗 鼻子呢 嗚呦香的嘞 一早上就想喝咖啡 闻到茶又茶香 到了还没吃饭的时候 你们的鼻子是最享受的时候 人家阿姨 在做饭的时候 闻到那个香味 那个时候 你们都不知道的 其实那个时候 是鼻子最享受的时候 吃不就吃不到 真的吃到嘴里了 没什么香的 还是吃点味 但是就是在吵的时候 哇 恨不得去吃一口 其实就是鼻子在享受的时候 眼耳鼻舌 舌头 想品尝好的东西吗 眼睛想看好的 声音 想听好的吗 一个男的很喜欢听一个女人讲话 一个女的 都是女人叽叽咋咋 突然之间来个男的声音来了 哎呦 好开心哦 这是人的一种诱惑 然后意念都会让你有欲望 意念嘛 哎呀 我要买一个更好的房子啦 买一辆更漂亮的车啦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止不住的欲望在人间 对你有吸引呀 所以学博人要没有欲望 在哪里体现呢 衣食住行 衣服无所谓 穿衣般的就可以了 食物无所谓 住无所谓 不就两个床啊 行 只要到了就可以了 管它什么车啦 只要有四个轮子就可以了 一路上换过来都没关系 不要有要求 那么你都是在修行 所以穿的普通一点 遮身避寒就可以了 食的随缘一点 能够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经常说 少吃一口 不要贪 饱了还要多吃一口 你去看很多人 take a party 突然之间有人叫他出去 当你出去办些什么事 临走手上还要去拿两三个 嘴巴里晒一个手上拿两三个出去 去叫他饭死去了 不要贪 够了饱了是圆容 住的简朴是开悟 简朴能使人开悟 因为简朴的人会产生感恩性 希望你们好好地努力学过修行 一定要在这辈子一事修成 永当轮回 谢谢大家 咁死我 咁死我 咁死我